10月13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爆料,称上海公益养护院把多名残障人士所在环境恶劣的小房间中。 14日上午,涉事养护院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根据有关部门要求,该院正在对相关方面进行整改。 上述工作人员称,被关者均患有精神类疾病,把人关起来是在病人发作期间采取的保护性措施。 其称,具体情况可向相关部门了解。 14日,记者致电大团阵社区建设和服务办公室了解此事。 一名工作人员称,该部门已经关注到此事,有专人负责,需向其询问后回复记者。 稍后,记者再次向上述工作人员询问结果,该人员称,对此事目前不对外公布结果,现在还在何时中? 这被关各家人现在已经放出来了? 对,他为什么要,他们因为在发作期间,我们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。 是有精神疾病的人是吧? 对,他们都是吗? 都是,我不一直理,反正具体的,反正有官方的说,他们都知道是人。 这被关注目的 Loch Noth